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就邀请到5914呼叫医师的驻站妇产科医师潘俊坤医师来跟我们聊一聊月经的困扰 欢迎医师 大家好 我是潘医师 我是您好 你好 好 那我们今天来就是要来解析一下5914呼叫医师网站上面关于月经的很多相关问题 那针对月经我们就不得不提到有三种疾病 一个是子宫肌瘤 子宫肌腺症 还有大家最熟悉的巧克力囊种 那想请医师来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三种疾病 好 我先从月经的性质来讲 第一个月经是每一个月都会来一次 所以呢 因为每一个月见面一次 所以我们很多人是那位好朋友 所以也是一乎其始 可是有些好朋友会让我们难过 我们就不是很怀疑了 那跟他有坏朋友也可以 那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大概可以说 如果我们的排卵是有正常的每个月都来的话 月经就一定会正常 第二呢 如果月经会造成一些什么症状呢 首先大家可能会觉得困扰的时候 月经来的时候会感觉到疼痛 也就是所谓的经厚 那第二点就是 有时候月经来的量就变得很多 很多到可以到导致贫血的程度 第三呢 就是月经来拖得很长 就是说它拖到平常月经往来五天就会干净 可是有些月经拖到十天 半个月几乎都有月经 让我们还是需要使用卫生品 在我们的工作上造成困扰 这些月经的一些异常的现象 那我们再讲一个叫做月经来的心梦 如果从很年轻开始 就是说我们青春期 第一次来月经开始 就会感觉到疼痛 这个叫做疼痛 通常这个疼痛 我们把这个症状称之为 子宫内末意味症 内末意味 意就是说意常 不正常的位置 子宫内末意味症 子宫内末意味症 我们并不称为说 子宫内末意味病 因为还不称为病 但是有种症状 这症状只有在月经来的时候才出现 那这原因在哪里呢 很简单来讲 接着一种看法是 月经来的时候 金群当然会往外 就是往阴道流到外面来 但是在往前面一两天的时候 有一些人的金群会 从稳道流到腹腔 而腹腔就是到肚子里面去 接着会影响到肠子 看他为什么拉住这长脚 而且子宫本身也会痛 还有附近的户墨都会痛 这个情况就是让我们觉得 在生活上很不方便 有些人甚至必须要请假 也没办法去上课 也没有办法去上班 这疼痛的程度 有人严重到 连站都站不起来 一定要把这个疼痛 可是有人 大概吃一两颗主动药 大概可不可以解决 我们这简单叫子宫内末异胃症 是筋痛的一个 最起初的一个状态 那子宫内末异胃症 很多人会问说 我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呢 是不是我吃了什么东西 或者是 是因为怎么样感染 都不是 这是来自你的 本身的一个体质 这个体质来自遗传 遗传可能来自妈妈最方面 也可以来自爸爸这一方面 有这种子宫内末意味着 这个女性呢 在月经来的时候 就开始 每个月来会惊痛 有些严重有些不严重 有些越来越严重 那这样的女性呢 一般到了18岁以后 就开始容易 这一种卵巢 我们叫做巧克力囊肿 巧克力囊肿的真正的一个 学术名词应该是 子宫内末异未流 就是当月经来的时候呢 就有一些筋血流到我们的卵巢 卵巢就因为冲血膨胀 就越来越多 有时候大到三公分 五公分 四到六公分 有些像鸡蛋 乒乓酒蛋 留在这么大 这么大的时候就会疼痛 这个疼痛有时候会造成纽纹爪 如果到了大于五公分 而且也疼痛的地步 可能我们就必须 用手术的方式把它拿出来 那因为在手术或在 腹腔间一看 就一个黑黑的 好像一个巧克力球 为什么是巧克力球 不是真正有巧克力 而是我们的精血 浴肌在里面 大家血液知道 肌久了会怎么会凝固 或者是巧克力球 那但是这其实就是血流 很简单就是精血在那里面 形成这个流 另外一种呢 就是在子宫的问题 有些月经来的时候呢 会痛得不得了 一个金血的量会特别多 那第二就是呢 月经来会特别长 平常过五天 可是有过七天、十天 然后来的量很大 大到像我们基乌头云朵 那就是平血 然后呢 月经来的腰会痠 这就是情况 这些就是子宫有长流的现象 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呢 第一个 如果有长肌瘤嘛 我们简单来讲 肌瘤大概有些小的 像一个花生这么大 再大一点像个乒乓球 再大一点像个动物 有些是大刀宣格 鸭蛋那么大 有大额蛋那么大 但这个大地步 有些如果这个肌瘤 如果看在那个子宫的肉里面 就会硬帮到石头 那子宫肉是软软的话 月经来的时候 一收缩 一压到这个石头 就会感到非常疼痛 这个叫做肌瘤 这种痰痛的原因 有些月经来痛到腰痠 然后如果大到劲 压迫到我们的膀胱 就会有瓶痠 这个现象就跑出来了 还有一种 我们俗称为肌腺瘤 它又叫肌腺腫 这个肌腺腫跟肌瘤 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刚才讲过 肌腺瘤是一颗一颗 有时候生了三四颗五六颗 有些生态 可以在外面一直要漏肥 有些生态比较靠近 子宫内末 但这种肌腺肌腫 它是很多小小小小的 一颗像小的红豆 或者像小的那个葡萄肝 堪在肉里面 灯上 有时候几十颗 有时候甚至三百颗都有 那就好像我们那个大的面包 我们看在大包装的面包里面 好多很多小颗的那个葡萄肝 就是要看葡萄肝面包 或者红豆 把它整个子宫 真的很均匀的膨胀起来 像个大一个面包 我们子宫在正常的时候 大概扁扁的 像芒果 这样扁扁的小小 像柠檬这么大 那如果肌腺有人 它会膨胀造成一个大的苹果 而且又圆又对称 这个就是肌腺 这肌腺肿会造成瘤肝 因为一收缩 有没有好多小小的葡萄肝 在里面会造成瘤肝 接近来就特别疼痛 特别药栓 当然去压药栓肝也会造成瘤肝 所以基本上肌腺一种 跟肌瘤 我可以看成是肌瘤的 同样是肌瘤的一个症状 那它的情况表现也差不多 这是各种体质 好 那子宫立末义位的 各种体质的人 到了20岁以后 比较容易长子宫软陶的强定 那接下来到了30岁以后 就特别容易长肌瘤或肌腺瘤 有些人肌瘤跟肌腺的混合 同时在一个子宫里面 有大颗、有小颗 好多的大小时空 有时候非常难看这个情况 但最主要是在症状 对于我们的女性的身体 有觉得有很难意的手 或者开出的 第一个是贫血 第二是月经过长 就是超过7天 就是到肌瘤 第三呢 会贫血的月经来大量的血 第四是非常疼痛 第四是腰症 这些就是我们常见的 这三种症状 那症状是由于是一种 现在的体质 简单这三种 先介绍到这里 谢谢医师跟我们介绍这三种疾病 所以如果说发现自己的月经 是有一些问题的话 尽快去看副产科医师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 今天的重头戏解惑时间 我们从网友最常询问中的问题 选出三个问题 这次好像有四个问题要来请医师来回答 那第一个问题是有时候发现它的月经开始是颜色是核色的 后来才转成鲜红色 那想请问医师 鲜红色粉红色还有核色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很多女性会问我们说到底我月经是从哪一天算起呢 是从褐色的开始算起才算月经第一天还是鲜红色 我可以告诉医师从鲜红色算起才是月经的第一天 褐色但是月经的上一次月经经旗的尾端 有那几天我们缺少黄色素 所以开始我们的指红内末就开始极情波落 就有一点黑色的褐色黑色的出卷 这是我们简单讲就是缺黄色素 那月经来的时候应该是鲜红色 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要这样来分别 还有一种是浅浅的 浅浅的那个粉色的红色的光红的血脂 它是在发生在两次月经中间的出卷 这个出卷通常是排卵期 或者排卵的出卷 因为卵是从我们的卵巢排出来的时候会破洞 有时这破洞的血管比较粗一点 就会出血比较多 就会造成两三天的沐测 有些血会流到 就从子宫排出到阴挡来 这个应该是排卵期的出血 现在一般来讲这几种才出血 这次用出血是因为这样 那想请问医师 如果一开始有出现褐色的话 那有需要去看妇产科吗 一开始出现褐色的 如果这个褐色没有超过三天 没有完成 如果这个褐色已经来一个礼拜 然后再来先褐色的 那应该看妇产科 看是否需要在第14天之后 可以补充10天到14天的黄氯素 黄氯素是产生在排卵过后 我们自己的排出来的卵巢的凹陷 其实我们用褐腔镜 可以看到一个凹陷镯镯 我们可以吃那个咸鸭蛋的蛋黄 很漂亮的一个黄色 这跟完全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叫做黄体 这个黄体会封密黄体素 那黄体素不足的话 我们就补充它 这黄体素是上帝特别设计 为什么 排卵过后要自我安胎来做 如果黄体素少的话 常常的受精卵 没办法好好的阻挡 没办法好好的黏在植树内 就会流掉 所以为什么要不印证的 一些妇女呢 这个医生都会给她黄体素的安胎 就是补充 这双体素让她独自瘤的绝长 了解 那除了颜色之外 一定很多女生都有预估月计量 突然增加或者是突然减少 那想请问医师 为什么这个量会有变化呢 那如果说出现这样的情况 是要马上去看医生 还是过两三个月之后 再来评估 有没有需要去看医生呢 一个是量增加和减少 一种是时间的费性 我们讲量的增加减少就是 量幻大量的血栓 或者增加 可是它如果在一几班内结束 我们可以观察 那叫下个月看看 如果连续三个月量的异常增加 还要看医生 大部分这个情况 不要说内有脏肌 你才会有这个情况 因为量减少的话 到一般 到了三十二岁以后 量会真的减少 那这减少的原因在于 我们始终的内部太薄 太薄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的克额能分泌不足 所以就始终内部不够厚 简单来讲 我们每天身体有昏迷 女性恶脸之中 是软 它就形成个鸡血 薄薄的一层 就好像我们那个巧克力蛋糕 涂上一层薄薄的巧克力 但是它是会 丢是犯人的状态 不会滲出来的 好 第二天再昏迷 又涂上一层 越土越后 越土越后 到了越野 排卵后 就过了十四天 大概就是在二十八天左右 如果没有受孕 我们的卵巢就 不再分泌和耳蒙 就好像是我们把那个 电源关掉 结果呢 现在很黏在子宫地上 一层厚厚的巧克力 就好像是我们的 豆腐里面的 快冰层 你把电切掉 即使电源马上就融化 就这么开出来 这个就是月经的精血 如果女性荷蜈蜈太多精血就多 蜈蜈太少精血就少 所以才多女人到三十几岁 十四岁以后 月经的量越来越少 就表示她的荷蜈已经开始衰退 蜈蜈不足了 了解 谢谢医师 那我们第二个问题 也是有很多网友想要询问的 有 有些人就会发现说 她的月经是会提早来 或者是说会突然就会晚来几天 那除此之外 她的其他的状况都是正常的 那会影响月经的时间的原因 有哪一些呢 最大的原因就是 排卵的日期是更差 我们可以这么讲 当排卵过后 我们子宫只等她十四天 这十四天 如果没有受益 我们子宫就不等她了 月经就排出来了 就是基本的 就是我们的意思就是我们的房子 就是我们的房子 已经只等于十四天 所以这十四天的期间 没有受益 最后就来了 好 如果今天这个女性 她在第十四天排卵 没有受益 第十四天就来 如果这个女性 她今天晚了一点 因为情绪压力 以及其他的各种因素 比如运动啊 减肥啊 或者用药的因素 也许她慢了七天 就是说到二十一天才排卵 那么 她的月经就会往后远七天 就是刚刚应该要来的这一天 再往后推七天再来 表示她的排卵的日子 是年后的七天 但也有一种是 根本就没有排卵 然后就一个月都没来 第二个月都没来 这个时候我们就有另外一个名字了 大概就多人去了 一般是三个月出问题 才表示有问题 除非说大量初学 已经是有另外贫症的症状等等 其实在没有怀孕的过孕的情况下 也可以三个月里面 没有恢复正常 还是看医生 那除了三个月之外 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下 就建议说要先提前去看医生 确认自己身体的状况呢 我想 例如说 我们是想要怀孕的人 要来尽快去看医生 第一个看我们的过来 我们有没有症状 看开了我们的第二个 这才是很重要的 要保证怀孕的人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是不是要调整自己的作息 想想这次是有之前培药和营养不良 或者用过度医生的轻松 或者忽然间没怕的症状 这些情况都是会影响月经的 周期 还会影响月经的力量 当然 怀孕是第一个要考虑到 也要考虑到 不管用什么病院方式 除非说是病院 没有一个病院方式是百分之百 可以达到避孕效果 但是吃避孕药倒是可以有这个效果 而且可以到月经非常准时来 但大前提是 你必须每天务定 用药不要签的 我现在所讲的是事前避孕药 现在有很多人喜欢用事后病药 这事后病药反而会造成月经经大到 所以平常只会说 还不得已因为避孕措施失败 或者是疏忽 在特别情况下 我们才为了避免怀孕 会使用事后的利益 但是我们还建议 如果领到月经准时 或者领到月经的 而且为了避孕的方式 目的 或者甚至于 子宫内蒙异味的精口 在相当程度 是必须要来调整 也会减轻子宫内蒙异味的 这个效果 但是不能够用这个 每次病药来治疗 或者根治子宫内蒙异味的体质 也没办法说用病药来治疗子宫肌瘤 但是可以让月经的精血量 会输到比较少 比较正常 这是目前我们讲的 这也是一种可能治疗 好 那第三个问题呢 就应该是很多女孩的切身之痛 像刚刚医师就有提到说 精痛就是有一个原因是 子宫内蒙异味病 那除了这个之外 好像有些女孩就会发现 她如果吃冰的 或者是凉的东西 就会精痛 那常见就有人说 用黑糖或者是巧克力 就可以去缓解 那这个是 医生有什么看法呢 好 我告诉各位 大家必须 去做个分别 你吃冰会痛 这个 这一个 我们这个女性 不见得她是 有子宫内蒙异味 不见得 而且这个吃冰的 月经来的 会不疼痛 跟子宫内蒙异味 疼痛 一样 为什么呢 一次冰 当然会让这个血流 变氧变冷化 造成子宫里面的血管收缩 血管收缩本身 就会造成疼痛 因为会造成子宫的肌肉 肌纤维缺氧 那我们在这个生理的肌转 什么叫做疼痛 就是肌纤维缺氧 造成末梢 在肌肉末梢的形成 丁纤维缺氧 就有疼痛的感觉 大家懂吗 所以这个跟我们的筋痛 是子宫肌肉本身收缩的疼痛 你吃冰的时候 血管收缩 可是子宫的肌肉并没有收缩 所以这种平常 我吃冰被碰的人 有时候不见得他 你不吃冰也不一定会惊痛 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两种程度是有分别的 当然有时候吃巧克力吃起来可以缓解 这个体质上有这个确实有这一种 但不是适用于每个人 但是今天有子宫内梦意味着惊痛的语气 其实不吃冰照样的痛 那他吃巧克力或吃等等这些 也不能够挺轻或免除筋痛 因为那是不同的两个原因 所以其实造成筋痛会有两个分别 那确认自己的状况是什么 才能说去对症下药 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呢 就想要请问医生 因为大部分的女孩子 都会习惯的是使用卫生棉 那我们最近就有听过一些 像卫生棉条或者是月亮杯这种产品出现 那想请问医师 这三种用品在使用上面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问题吗 根据我们在观察 台湾大部分女性比较习惯使用卫生棉 因为卫生棉方便 方便携带方便食用 而且用了就用了就多方便 因为接下来我在讲卫生棉条 卫生棉条也是非常理想的 但是呢 我们台湾的女人不喜欢 这种类似轻入性的东西 塞在冰島里面 他们认为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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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 这经血已经脏了 其实经血并不脏了 我现在讲的一个心理的感觉 然后塞在一个东西在里面 里面又吸着血 它有很多的乳习惯 但是确实在于在工作上有这样的必要 比如说我是个万语人的 在手段啊 或者是我在工厂里面也还一些东西 或者是我是舞蹈的舞者 或等等跳舞 等等这些演的去的人 你用卫生棉子进去工作啊 真的会做出来 而且非常不方便 好 我再讲一下就是用这个 卫生棉条跟卫生棉条不一样的地方 卫生棉条比较不容易 外阴部会发炎 会感染 为什么 因为卫生棉 往上做文章就会量而放掉 结果呢 精血闷在表皮上 它会造成阴部外阴部的 皮肤的感染发炎 会骚痒 所以这一点在感染 或者我们在工作上 其实棉条还是不容易 丢于卫生棉 可是卫生棉方便要丢 基本上 我们台湾的工历 对卫生棉比较多 但好处是你也可以 这个稍微量少的时候 用卫生棉 那卫生棉条 就是我也说 比较薄的卫生棉片 所以就丢新款 那卫生棉条 如果有习惯用的人 还是可以塞住 但是你比较不会滴出来 透出来 还有我们月亮杯 也是一个很好的设计 可是 基本上好像我们不是 还是不算很流行 我想也跟我们民族 还有我们的 妇女同胞的 一个习惯有关系 因为这个要自己把它拆进去 带一个杯子 承接住 越精血 而精血 那一段时间 你就会在杯子里 会积在那里 常常会觉得 生怕说 我大杯用力 会不会吊出来 会不会 会轻到会露出来 等等 这些会感觉到 不适合 而且到什么时候是满的呢 要把它拿出来 倒掉 把它洗一洗 又放进去 这样的情况 都没有比卫生棉 跟卫生棉 还给天理人 有感觉到那样的自在 所以基本上 台湾还是 一顺率还是 你卫生棉 是第一个 最多的人 接下来是明天 接下来月亮飞 所以我想这个 一个民族性 跟我们生活性分 跟工作性分有关系 嗯 了解 好 那不知道现场的网友 有没有什么问题 想要询问医师呢 想要请问医师 有一个网友在问说 要如何去看生理期的周期 然后才能知道说 自己的更年期 快要开始了呢 生理期周期 第一个期 每个月来 有人是28天 有人是30天 有人到34天都没关系 所以你来讲 依照你的体质 只要固定的间隔 像间隔 不是说你的日期 因为日期有大月小月 不准啦 所以间隔 就是这次来的第一天 跟下一次来的第一天 所以间隔 那天注 如果有三个月 是非常的规则 那就应该看医生了 就表示 赫尔姆跟牌 都有 开始有出问题了 那一般 这个情况 都在出现在 我们在谈论 都在40岁以后 现在已经延长了 大概48岁了 我们有往后延长的技术 就是说 第一个量 量如果 有来个一天 其实就够了 但本来五天的 就是三天 两个一天 这量越少 这也是一个 就表示你的 測量减少的现象 第二就是时间 有中段 抽 减少的 抽厂 间隔 抽厂 这也是一个 足足的 分裂期的现象 好 那我们第二个问题 有个网友想要 请问说 他的生理期 是快要结束的 后面两天 才会出现褐色 那这样子 而且他可能会 那个褐色 会延续到七天 才会完全干净 那这样的状况 会是正常的吗 那这样的状况 在前面的14天内 尤其 我们建议是 补充女性格 就是刺激数 他就会停下来 停下来 那如果在第14天 夸兰以后 出现褐色 那就要补充好几数 这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其实才会建议说 这个网友赶来去看一下 妇产科 确认一下问题 对 嗯 好的 那我们第三个问题是 有一个网友在问说 有需要吃生化汤 这样子的东西 来帮助月经排空吗 还是说 其实不需要特别喝呢 我告诉各位 大家对生物大叔问一下 生化汤在平常 没有煤的可需要使用 因为没有任何效果 生化汤在产后 子宫很大 好像一个 椰子这么大 的时候 子宫的肌肉 也像椰肉这么厚的时候 要把肉里面的血 把你指出来 那才是胜化汤的作用 当你子宫小小的时候 你子宫的肌肉 并没有怎么血 那血是在子宫内漠 所以事实上 它是没有任何效果 第二件事情 有些月经少的 就是我月经没有 这也是不正的观念 没有月经 月经 就是我们子宫 就像一个杯子 如果里面有血 基于地心引力 对不对 那杯子倒过来 有任何水 多多少 多多少 都会排干净 绝对没有说 鸡蛋里面没有排出来 不会对于水 这是误解 少就是少 多就是多 有多少 一定有多少 会排干净 那至于说 被脱个十七天没有排 是因为它在持续在初学 不是收手过来 所以应该是 了解 好 那因为时间问题 我们开放最后一个问题 有一个网友在问说 它的月经已经到了该来的周期的时间了 但是它一直会感觉到有惊痛的状况 但是它的月经一直没有来 那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改善吗? 有什么方法 一个刚给医生评断是指的功能 的月 表示说 这段时间已经有精血 倒流 已经渗入 流到肤腔 所以你看着不舒服了 可是 没有往外流出来 先流到 倒流到肤腔 这情况 我最简单的 可能医生会建议他 你是用病药来调整 可以在后面的时候 相当控制月经 会有点效果 嗯 了解 好 那今天谢谢潘俊亨医师来帮大家解惑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上5914呼叫医师网站来留言 发问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结束咯 谢谢医师 那谢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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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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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